有毕少爷之称的BSY最近就跨足音乐圈 由KOL转型做rapper 这天他就举行MV发布会 更集场演唱新歌 让人没想到的是有抽水王之称的临座 以嘉宾身份现身 更和BSY用freestyle来一段rapper的battle BSY更宣布之后的第三首歌 将会邀请临座参与填词 我看中临座他这个抽水的功力 然后那么我就找他去帮我去填我下一个新歌的词 因为我下一个新歌就是关于这个抽水的话题 所以的话我觉得他非常支配这个位置 做词这个是我的我觉得是我当家本领 因为平常我都经常是为这个不同的歌手去做那个歌词 只是他们不采用而已 现在终于有那个BSY他是明白我 欣赏我 所以我是会为他打造一个新歌的这个词 距离临座和中培生的全赛还有一个多星期 被问到认为谁的迎面较大 BSY竟然说自己更看好中培生 我在那个全赛是VVIP 然后我也买了很多费去支持他们 之后就在那个馈场里面也会放我懒这个 然后就是其实如果要说我看好懒一个的话 临座三吧 然后中培生四吧 中培生七吧 对我是这样想 临座三中培生七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你会很虚望吗这个分数 我不会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性投资的做法 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告诉他给他点建议 应该是反过来 我应该是七他应该是三 因为呢他不知道一些我的身体条件 他现在知道了 我是比较高大壮的 所以呢我机会其实比较大 虽然BSY和临座是首次合作 但两位统道中人一拍即合 BSY更为临座的古怪形象大频繁 就是可能大家在镜头面前 在镜头面前见到临座比较古怪 可是我感觉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比较有内涵 他的确有内涵 那你要为自己反驳一下吗 古怪吗你 我觉得我主要是外表比较帅而已 但是大家不要误会我 其实我是很有内涵的 continuously在镜头面前见到临座比较古怪 会让我听到这个地方 你先让我看你 看看啦 他还没有 有内涵的 尖狮 感谢观看